我們來看一下洛夫兩名高手 把球傳給我和PINK的一場比賽吧 在開始之前 還未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 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訊息哦 把球傳給我的第一個偷分技巧 就是先用一個假射 然後再向後移動一步射球 這個動作不但可騙跳 而補防的籃板球員 也有機會回去搶籃板 櫻木在不停調整極限接球的距離 而在傳球的瞬間才按接球 令人難以防守 這裡的雙輪 也是一號射 曲名字符合戶口 台頭只帶掌握拇指oles 可以進入盤子 高手放在不停調整 放在不停調整 再按月後 我們會把比賽的口緒 要奪得 重數 不要 收到 把球傳給我看準了pink沒貼身防守 就出手射球了 這球一球櫻木和魚住都準備好封牆頭了 只是pink封不到把球傳給我 這次是向前移動 等防守球員跟上那方向時 就踏後一步射球 這次是騙起了 再踏後一步射球 pink這球的走位非常巧妙 在櫻木和小田中間走過 令小田阻礙了把球傳給我防守 時間剩下不多 其實可以用帝王分球 來騙櫻木或魚住的大招 各路走開 三天從下 少爺連帝王分球 一路走開 三天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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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三天從下 五天從下 看到前方沒有人 把球傳給我就直接射球了 這一球小田被秒超了 真的十分無奈 就在把球傳給我突破的瞬間 花形和小田在左右都跑到了空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但是幕真的有主角光環 紅色嚴重干擾也能夠入球 我們看一下這一球的站位吧 進攻球員和防守球員 都站在球場中間的位置 當把球傳給我快要傳球的時候 小田突然轉向底線跑到空位 Pink這個真的是妙傳 但櫻木應該是不小心按下了方向鍵 原地射球是比較好的 櫻木的擋拆恰到好處 但可惜Pink打鐵了 製作詞作曲 製作曲 持長雙門 這球小妙之處 就是開始這一個字 會阻擋著一些畫面 把球傳給我就走到這個位置出手 對手也反應不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我是你豬我豬 我不懂說國語 做一個視頻花上了很多時間 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 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 下次見